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四个针 二十四日刊登一篇中国医学研究 内容这张图表很有问题 有四川有天津都是医疗数据 没想到国内有医师发现 竟然也把台湾列为中国医省 能够把台湾跟中国大陆这样来做比较 因为我们的卫生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全民健保 按大陆也是截然不同的 影响程度不容小觑 因为这本医学期刊来自英国 是一本综合型期刊 刊登最新研究发现或最新治疗方式 世界排名第二名 中国发表研究内容是1990年到2017年 各省份死亡疾病原因 但两岸健保制度健康政策根本差很大 提到说有两个地方不是直接跟中国回报的是香港和澳门 反而其他的省份都会回报 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告诉全世界说 台湾的一些死亡率 卫生政策相关的一些数据 都是会跟中国的政府来做回报 如果混在一起 我们就是说如果对外国人来看 读者来看他讲说就反而放在一起 其实就分不出来到底哪里是哪里 意见反弹期刊的粉丝专页也被灌爆 纷纷留言台湾不是中国一省 而卫福部也强调台湾健康政策会含各国分享 但非向中国报告 是对岸小动作评评 会做了解表达严正抗议 下期请问网络训练 台北有道